那我听到之后 我心里也是一动 因为我跟我老婆 也恰恰是十年 你们两个人的故事 给我一个提醒 我在十周年 一定要做一些不一样 男生其实对家里 对老婆付出很多的 只不过呢 不是很愿意去说 或者说不愿意去改变 老婆一直说 你不够关注我 你不够关心我 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 只不过是 我们从初恋热恋 到结婚到生活 其实关注的形式 是在发生变化的 我就在脑海里 想一个场景 我在和我老婆谈恋爱 结婚的初期 我都在用眼睛和心 一起去关注她 比如说她一出现 我的眼睛 一直是在她身上 不过我们在一起 做什么时候 我经常会看看她 现在呢 我更多的是在用心 比如说 老婆下班回来了 我知道她回来了 我心里有踏着 但我不会再去 关注她的脸了 不再关注她 回来之后她做什么了 但是她一直在我心里 如果哪一天 本来应该她是六点半 一定会到家的 但今天的七点还没有到 我会很着急 我会给她打电话 她可能那个下班路上 去买水果买吃的了 回来晚了 我放心了 但她回来之后 我依然不会关注她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 已经在我身边了 我关注是在用心 老婆这会儿 是能感受到 OK 但是你发现没有 近期 近一年以来 你老婆已经不再 满足于如此方式的关注 而你呢 这会儿就没有关注到 她的这一点变化 你应该去改变一种方式 去关注她 就比如说 以往的九年 我的结婚周年 我都不会准备礼物 我都不会做什么 特殊的事情 但是第十年 就需要去做了 明白吗 老婆有变化了 你要关注到 你要随着这个变化 也去变化 在这方面做一些改变 我相信你们会更好 就这样 好 谢谢邱老师 来 附老师 十年前 你是 我相信你 我不可以去做 老师 我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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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 我只好 我只好 因为宣握 跟着圆子 最好 我只好 我只好 亲 觉得 我只好 我只好 你 我只好 你 我只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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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